余生 扮演了温柔深情的顾卫医生 风格多变 令人喜爱 而杨子作为童星 自家有儿女小雪一绝 令观众所熟知 此后沉浸默默发力 直到一部亲爱的 热爱的中 饰演可爱活泼的童年 重回大家视野 大家纷纷直呼 小雪长大了 在余生 请多指教中 肖战和杨子两人都奉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十分入戏 顾卫医生和林之孝天生一对的感觉 演绎的淋漓尽致 可谓是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入迷 而近日腾讯颁发的公司级业务突破奖 由余生 请多指教获得 此奖项也曾在2019年颁给陈情令 2020年颁给庆余年 2021年 则是你是我的荣耀获得 均是爆款热剧 含金量不可谓不高 而杨子在近年来 也在不断沉淀与突破 参演许多口碑好剧 逐渐成为当代顶流小花 背后的努力与艰辛可想而知 但努力必有收获 他会越来越好 再度斩获奖项 是肖战人生历程上的重要节点 相信肖战能够一路长红 星途璀璨 杨子也能够在此奖项后一飞冲天 让我们一起 祝二位优秀的艺人 能够不断进步 再创辉煌 大家还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不妨将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欢迎您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